五年多前 我在台北市議員 被台北市議員 王世堅 調到議會去 那個議員凶到 木柵動員的老虎 看到王世堅都不敢講 不敢叫 啪啪啪啪啪啪啪 大家直訊的頭昏腦脹 我們的男主角 台北市議會大家長 陳錦翔 陳議長 你有沒有聽到我在講你好話 這是發自犀利的 蔣萬安委員 插亮台北市這張代表台灣的名片 三件事 當上台北市長 我有信心他一定會做得非常好 差點想要唱夜席了 唱歌 唱歌 但是 今天為什麼 我為你們打了台北 參加我們陳議長的 競選總部 在2014 五年多前 我在台北市議員 中平列時 被台北市議員 王世堅 調到UH 喔 那個議員 凶到 木柵動員的老虎 看到王世堅都不敢講 不敢叫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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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大家直訊的頭昏腦脹 然後咧 我們錦翔 那個時候議長咧 私底下過來說 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幫忙 這份情 放在國瑜的心中 寒天飲冰水 點滴在心頭 特別謝謝錦翔議長 不管是關心我個人 關心我們台北農產公司 這份情 在那個時間 是多麼的珍貴 再一次祝福我們大家 各位好朋友 台北就是台灣的名片 台灣的名片 就是台北 台北發光發熱 台灣就發光發熱 遇到全世界各國所有的好朋友 你說你台北的 他就知道你在台灣哪 所以 台北的市長 拜託大家支持 最優秀 最認真的 蔣萬安好不好 好 蔣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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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萬安